北岛先生的回忆啊 北岛先生的回忆 1957年一个冬天的早上 母亲带我穿过雪厚泥泞的胡同 来到刚建成的红砖楼房前 其实可能北京啊插花似的啊 插花似的在一些胡同里边 有一些老楼房 应该就是共产党进入北平 进入北京之后发生的事 之前的胡同全是平房 应该就是50年代开始的啊 这土路丈于宽三米多宽啊 坑洼不平 一小窝棚横在路当中 路当价啊 当价 冒出浓烟 带着一股烤白鼠的胡味 当医生的母亲不断提醒我 脏走这边 那烤白鼠的胡味 让我像狗一样记住了新家 三不老胡同一号 由此出发 我走了很多年 那个冬天的早上 我抬头望去 我抬头望去 沿排水管 沿窗户 阳台 向上 直到屋脊背后 北京的天空 这里 这里 原是郑和的宅邸 郑和啊 三宝和尚 刁蓝玉气 金和寨 唯有假山 如瞎眼正人 郑和 本姓马 小名三宝 明成祖 朱棣 次姓正 三宝老爹胡同 由此得名 到了晚清 大概被胡伦吞枣的北京话 外加 阎人的西北风 篡改成谐音 三不老胡同 原来叫三宝老爹 后来叫三不老 道也吉利 说起郑和周游世界 至今还是个谜 既不为了炫耀武力 又非贸易经商 动机何在 我插一句啊 据说是为了搜捕啊 天涯追踪 这个明成祖朱棣的亲侄 建文帝朱允文啊 据说 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啊 就是民进 以前 父亲 在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工作 我们住府外 保险公司宿舍 府城门外啊 如今二环路边 推窗就是田野 那会儿出了城 那会儿出了城就是田野啊 就是庄稼地 你看那些地名 百万庄 八里庄 干家口 这全是啊 二里沟 是吧 车道沟 八沟 是吧 永泰庄 黑泉路 是吧 回龙冠 这都是郊外 都是郊区啊 这个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PICC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PICC 过去中国几乎是唯一的保险公司 就是人保 PICC 我在府外小学正背九九哥 府外小学在那儿我还真不知道啊 按道理北京我是几乎可以算是半个活地图啊 一九二九不出手 三九四九兵上走 后来搬家转到洪扇寺小学啊 洪扬的洪 善良的善 寺庙的寺 洪扇寺小学应该是德内吧 街巢背 正好与时俱进 五九历九 五九六九 河边看柳 七九合开 八九宴来 待家安顿啊 家安顿好了 春天也到了 九九加一九 耕牛遍地走 搬家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 兴奋多于练就 我们在保险公司宿舍住一层 住一层吧 一层大概是 与余文彪叔叔一家合住 共用厨房厕所 而新家在四层 独门独户 比原来好了 条件好了 淡淡的油漆味 玻璃的反光 院墙和假山 特别是从阳台望去 四合院 青灰色的瓦顶 层层叠叠 有如排浪 像一排一排的浪头啊 涌向北京城 滴滴的天际线 鸽群啊 鸽子 鸽群闪烁而过 哨音反衬天空的寂寥 大红枣啊 早数招来八面来风 清早见红 让路过的孩子 不禁踮起脚 我结识了曹一凡 他家住三层 正在我们家脚下 一凡只比我大一个月 却早熟的多 我还停留在小儿书的阶段 小儿书啊 连环话 人家早躲进被窝 用手电筒读红楼梦了 他发育也早 上初中时 比我高半头 到了高中 就敢冒充 另一个同学的舅舅 我们在不同的小学就读 初中 同校不同班 考上四中 应该是高中啊 考上四中 才成了同班同学 若无文革 如果没有文革 他铁定是我的入团介绍人 保险公司一点也不保险 同工育的于彪文叔叔 跳楼自杀了 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 我懵了 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 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 老大 余梅孙 比我小三四岁 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转 老二 仍在墙堡中 寡妇 半夜在隔壁 独自啜泣 跟着哭啊 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 除了我 还有谁能听见 搬到三不老胡同一号 让我感到轻松 在我看来 只要更换地址 就会更换另一种新生活 郑开啊 郑开 赵郑开 就是北岛啊 郑开 在三不老胡同的孩子中 是淘气出了名的 淘小子啊 北京过去有这么句话 淘小子是好的 雕闺女是巧的 这个 有钱啊 有钱怎么说的 有钱不吃分家的饭 好儿 好儿不吃分家的饭 好女儿 不穿陪嫁的衣啊 就是意思要自力更生啊 靠自己 院里的老太太 经常来敲我家的门 这是他父亲的回忆录啊 院里的老太太 经常来敲我们家的门 把带来的孩子 身上涂着红药水的伤疤给我看 那会儿我们跟同学打架 跟邻居打架 小孩 如果打伤了 或者不肾 哪碰坏了 那个擦破皮了 流血了 现在的孩子多娇气 我们那会儿就往身上 抹点红药水 紫药水 也就那样 则问我 为什么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 当然有的时候那孩子 因为不重视 破皮之后 受点伤 也有 就得破伤风死了的也有 那会儿的婴儿也好 少年儿童的死亡率比现在高 则问我 为什么不管教好自己的孩子 我知道 阵开 又闯祸了 只好向来人道歉 踢足球 扔砖头 砸碎人家的玻璃窗 更是家常便饭 摘自父亲的脾气 我小的时候也砍砖头 打伤过我们邻居三个同龄的差不多 有两个吧 这三个都比我大 有比我大两岁的 大五六岁的 甚至有大十几岁的 都被我 我是左撇子砍砖头 特别准 有三个人 在五十米开外吧 都被我把头打破了 北京话叫哗了 给他脑袋瓜子哗了 都是打着玩儿 不是打架 他也砍我 我们叫砍砖头 别人也砍我 我也砍别人 砍着玩儿 我打得准 我砍砖头砍得准 1958年 我们大院可热闹了 新鲜事不断 每天都跟过节似的 先是在大院办起了食堂 大跃进吗 是吧 大跃进 人民公社 总路线 三面红旗 就开始癫狂 开始疯了 钱阿姨改去食堂上班 我们兄妹仨 跟着入伙 入伙啊 入伙 就是一块吃饭啊 不是那个土匪 山代王那个入伙啊 在八号楼前的空地 搭建起小锅炉 小高炉 父亲跟叔叔们 从早忙到晚 烟熏火燎 最后练出一堆 炉渣般的铁嘎的 于是敲锣打鼓 让人好生羡慕 大人就是比孩子会玩 实际上它是一种反讽的笔法 那都是炉渣子一样的 炉渣炉渣一样的 铁嘎的 能用在建筑上吗 能用在工业上吗 全国大链钢铁 要超英赶美 这是毛泽东的口号 先超过英国 好像说三年要超过英国 五年要超过美国 主要指的是钢产量 实际上完全是拔苗助长 不按客观的科学的规律 之后马上中国人就开始饿肚子 就有上千万的人饿死 这完全是瞎胡搞 打麻雀才是那一年的高潮 打麻雀叫除四害 全北京城陷入疯狂状态 鼓号齐鸣 喊声震天 整整闹了三天三夜 学校放假 我在阳台拼命敲打空罐头筒 胳膊疼 嗓子哑 我睡得很少 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太吵 据统计 仅在北京地区就歼灭了 四十多万只麻雀 这个它把生态平衡破坏了 其实麻雀需要 每一种动物其实上帝造的也好 造物主造的 大自然演变的进化论进化来的也好 都需要 只要数量别过多 后来中国的麻雀都绝技了 后来一直跑 有一部分飞过了厦门的海边 飞到了台湾战据的国军战据的金门岛 才算立住脚 后来中国又没有麻雀 又出现了大问题 没办法求助 齐奥塞斯库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只能求助他 当时跟西方没有来往 跟苏联阵营几乎都得罪了 最后没办法找到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 从罗马尼亚进口了一批麻雀 所以今天中国的麻雀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 很有可能来自罗马尼亚 中国本土的麻雀 当时不能说绝技吧 但是很多在城市里生活的麻雀 应该都没命了 北京就歼灭了40多万只 全国呢 是吧 全国北京的人口 大概只占全国的 现在北京市户籍人口1000多万 中国是14亿 差不多130分之一 那你40万 40多万 你乘以130多少 40乘以130 是吧 52万 520万 5000多万只 是吧 也可能有一个亿的麻雀 都给消灭掉了 这多么的疯狂 多么的 权力的傲慢 是吧 认为有权 我想干嘛就干嘛 实际他可能也是想试验一下 他的号召力 是否另行禁止 是否大家都听他的话 可是越这种一元化的领导 什么叫一元化的领导呢 就是十几亿人 只能有一个脑袋瓜子 思考 一个脑袋瓜子说话 其他人 只是一个机器人 是吧 你只能听命令 往左 让你往左 你不能往右 让你往东 你不能往西 让你打狗 你不能杀鸡 这个很可怕 很恐怖 一个国家 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即便这个声音 看起来正确 看起来强大 但是 其实你也没那么正确 你没那么聪明 你没有三头六臂 你智商也不比别人高 甚至你有时候还犯傻 你比我们还愚蠢 反正 中文字幕 杨茜茜